在北洞更新的最新动态里 鸭鸭穿着更加厚实的皮衣闪亮出场 坐在奶妈耐心为她铺好的小毯子上面 然后从篮球玩具中熟练地取出笋笋 满眼满手都在笋笋上面 还没来得及好好瞧瞧求求就自己跑 回过神来的鸭鸭依旧淡定地在地上吃笋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长公主吃笋的规律 不管是多长多大的竹笋都是从头吃到的 就连笋皮也包得很少一点都不浪费 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刻在了鸭鸭骨子里 不仅是食物鸭鸭对身边的物品也很是珍惜 在一周前北洞更新的视频中 奶爸将笋笋放进麻袋中想让鸭鸭寻找 闻到食物味道的鸭鸭温柔的姜笋拿出 老规矩为大家耍了一段金箍棒 就开始张大嘴巴开心地吃着手中的笋笋 鸭鸭旁边的抱枕还是过生日时的生日礼物 距离现在已经都快过去两个多月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和新的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鸭鸭的很多风容 都是天蓝色系的 从生日的抱枕到地上铺的小毯 再到刚刚的蓝色藤球 就连鸭鸭养的小喜鹊也有蓝色的羽毛 也可以看出鸭鸭是多么的喜欢蓝色 北洞每更新一个视频都可以看出 鸭鸭每周都会有新的标语 如今鸭鸭肉眼可见的圆润身上也有了枕 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 笋笋吃饱以后长公主还用发光的眼睛 盯着前面的镜头看了很久 就好像在跟每个关心她的朋友们对视一样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想到鸭鸭刚回来的场景 待在隔离房里的她十分的瘦弱与憔悴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身边的环境 好像不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祖国 好在青州已过万重山 现在的鸭鸭在北洞生活得十分幸福 也希望鸭鸭可以一直这么幸福快乐下去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消息好消息 10月8日 归国大熊猫香香在避风峡基地与大家见面 经过8个月的适应与调整 现在的香香变得真的很漂亮 而且也是胖了很多遍的圆公鬼 圆圆的脸加上两个大大的女妻儿 一拼一笑都很像一位端庄的大家闺秀 只能让人不断惊呼优雅实在是优雅 并且更加让人开心的是 从小就困扰香香的满重盐也被治好 只不过小家伙现在依旧很社苦 有些时候还会躲在后山睡觉 游客几乎都看不到我们的香香公主 现在吃着吃着东西依旧还会卡 下午睡醒的香香或许是饿了就下来找吃的 奶爸给他准备了大竹笋小苹果还有窝窝桶 然后我们的香香公主就优雅地享用起来 香香先是乖乖地坐下吃着饭前小水果 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炫起地上的大竹笋 都是从头吃到尾也是一点都没有浪漫 吃完香香还会在笋皮中寻找有没有漏掉 或许香香现在体重增长的原因找到了 并且现在的香香依旧是熊猫界的底 刚刚展出就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前来观看 还记得当时香香回国的时候 日本民众纷纷排长对流泪告别香香 而在得知香香终于要与大家见面的时候 许多日本的群众纷纷前来 在听到日本小姐叫出自己名字的时候 正在吃窝窝头的香香还停下动作愣 香香于2017年出生于日本上野动物女 她的妈妈是大熊猫仙女爸爸是女 著名的旺仔名场面就是香香和妈妈贡献 小时候的香香公主是一只粉色的小团子 跟在妈妈的后面十分的活泼开朗 至于香香为什么时隔八个月才和我们见面 那还要从香香公主的外场山头开始说起 由于小家伙有些害怕天天躲在山上玩耍 不过现在的香香也适应了面对粉丝 还乖乖地坐在地上营业表演吃播 希望香香可以一直快乐幸福下去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地震来临的时候 熊猫冰冰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 母爱究竟可以有多伟大 在地震警方声音响起的时候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术屏基地的监控摄像头 拍下了这样十分感人的影响 两只熊猫宝宝快速地从内场跑出来 大熊猫冰冰紧紧地跟在两个宝宝后面 在跑到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冰冰就把两个宝宝紧紧地护在身下 然后警惕地抬头查看着周围的情况 在危险解除的时候 冰冰就开始放松下来和两个宝宝玩耍 突然又传来一声一响 两个孩子就害怕地抱着树干想要爬树 冰冰就赶紧跟在后面警惕地看着周围 还会细心地安慰宝宝的情绪 然后冰冰就坐在地上抱起地上的宝宝 埋头深深地吸着自己的宝宝 在宝宝爬树时 她就坐在一旁骄傲地看着 真的很希望时间可以定格在这一秒 冰冰奶妈讲冰冰是一只母性极强的大熊猫 冰冰出生于2015年是蔓越梅的妹妹 2021年冰冰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出生 取名为冰敦敦和冰妥妥 冰冰是一个十分温柔的母亲 看见两个宝宝打在一起还会去拉架 一把抱起自己的孩子温柔的铁饰 冰冰的脾气在熊猫圈里也算得上好 即使两个宝宝趴在自己的身上玩耍 冰冰也会温柔地任由着宝宝的蹂躏 有的时候两个小家伙还会联合在一起 一个人咬头一个人咬手来欺负妈妈 冰冰也会任由孩子玩耍舍不得打骂海 甚至还有网友留言 希望冰冰妈妈可以和爱宝学习 时不时给他们一顿爱的交流 让他们也拥有一个快乐完整的童年 希望冰冰妈妈和两个宝宝可以幸福快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祝各位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